欢迎节目主持人 黄国伦 两鹤群 黄国伦 两鹤群 她也怕我这把爱情的狂 我是黄国伦 我是梁克勤 你是 百块大歌星 欢迎收看百块大歌星的新单元 百块是他的歌星 听起来好弱 为什么他那么多弱 所以今天来为的是什么 还不是争取最高奖金 一百块 太不高兴 而且我给你好消息是 你们连过直宽就可以拿到一百块 一百块 祝你兴奋的心情 我很开心 我现在已经开始想要买什么了 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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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难选 因为一百块真的很难买东西 游戏规则 先进行歌唱接龙 选出闯关者 接着挑战歌词 记忆大考验 全数过关 获得奖金一百块 初题大海兵士不震惊的沈玉琳 而参赛者 从音师到娃娃音都有 究竟谁能顺利闯关成功呢 宝座上面的都是受害者 没有没有 初题观 对不起 百块大歌星的初题观 至少都是大歌星 或者是知名的音乐人 或者是知名的音乐人 听过 听过东眠的局长 听过东眠 但是本人在 2009年的代表作 畅销两万张的一个代表作 送出去两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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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听说你还拍了一个MV 在钢琴面前自然自然 是的是的 可以 你应该都是送给第三度空间的人吧 没有没有 因为我平常都放在公共电话亭上面 还有庙的那个桌子上面 还有贴一个牌子说 捷运就是 捷运品 捷运品 实际的销售不格考 因为我从小到大 参加过很多次歌唱比赛 我高中 那是郑静一歌 没有没有 我高中的时候也参加过 那个双人组的重唱比赛 也得过全校的第二名 真的还讲的 你还记得吗 唱那个Browing in the wind OK 唱一句 How many wrong muscles 这第二名 这第二名 你真的要参加的吗 不好意思 因为我这一点感冒 我这一点感冒 又来了 又来了 对 歌星真的 歌星上台唱歌 终于讲这个 他其实是跟老婆吵架 然後喉咙有点痛 你知道玉琳 你为什么今天你是初级大来宾 而不是参赛者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资格比赛 真的 没有三两三 不敢上两三 而且你是 没有七两七怎么样 呃 不敢 不敢做波音七四七 玉琳今天是我们初级大来宾 是 我们现在就进行第一阶段Round 1 哦 这是我们的歌唱接龙啊 第一轮歌唱接龙挑战者有 艾姬 家童以及Vicky 谁能够参加奖金挑战赛呢 当他停下来的时候你们要接唱 接唱 唱这一年就可以竞争比赛 好不好 是是是 好认真喔 那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 这个 这首歌 算是1993年 OK 也算是全民的国歌 所以如果抢不到这首歌 不会唱的话 那真的大有问题 OK 这个叫做用心良苦 还有 对 金典 金典 还没出生吧 还没 你好好唱喔 我会好唱 你要弄我唱 我会好唱 唱完好好的走 你的脸 有情合唱 起飞 快点点了 我会想笑 因为我不习惯太严肃的唱 不大不起 你可说能够出提大来宾笑场 就这样啦 好啦 认真唱 来 用心能够 来 用心能够 你的脸 想拍 你的脸 快有气氛憔悴 你的眼 有残留的泪 你的唇 美丽总有疲惫 你很想 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别 在你我之间 到底对的爱飞多一点 声音放出来 我宁愿看着你 看着你 睡得如此曾经 挂了嘛 正过你心事 绝别犯不醒 很高一道气 很好 你说你 想要逃 偏偏注定要落脚 情灭了 爱惜了 剩下空心要不要 请接唱 春衣走 花又落 勇心良苦却成空 恭喜过关夾队 过关 你可以参加我们的奖金挑战赛啦 只要一百块 是是是 一百块不容易 百块大色星 我们上面有个monitor 好 请出题 请选项 OK 上面有屈哥新生 五月新娘 屈哥新生应该是无言的结局 应该是 五月新娘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关系 你不可以五月结婚 五月参加过很多婚礼 漂亮 电音嗨歌 应该不会吧 BBB 那个应该会吧 台语情歌对唱 金曲歌后歌曲 CNM访问过 KTV热门点播 跟酒有关的歌 屈指团体歌曲 哇塞 都是 那我觉得跟酒有关的歌 比较OK吧 那你选一个 台语情歌对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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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出题 雪中红跟伤心九点 这个都算简单 黄志显 陈亮 1968年的歌曲 1968年的歌曲 1968不要符合我啦 对 什么时候有1968啦 好像 他没剩 电视里面 阿林哥都有说 真的太熟了啦 对啊 简直是宋芬嘛 宋芬 宋芬 选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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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那个 桑心九点其实 江蕙姐的歌 有点不好唱 而且我怕把它唱坏了 是是 不要亵渎天后 那你不怕把 世贤歌的歌唱 我的意思是说 雪中红我比较好发挥 因为你不怕 你比较不怕陈亮云就对了 不是我以前有唱 就是在KTV有唱 你跟曲哥有唱过吗 对唱过 在车上的时候 哪有发生什么事 真的喔 没有什么事啊 他有下车吗 他说 他说可以休息一下吗 对 我想 江青开车 你还没这个意思 OK 那我们现在就来唱 雪中红 大家可以一起唱 年底下 你咋回来 我去 我给你 我去 你这 没这些 你这 没有 这些 你这 但 有 你这 人 一彼身影 誰在忘記的心靠 你會忘 我們的心會定載 為你完全定載 不見中秋有風冬 只有每... 等一下...這句就好 不見...再唱一次 不見中秋有風冬 幾個字 七個 是不見中秋還是不見清明 不見中秋 不見清明 上面有八個字 2 3 4 5 6 7 阿不見中... 還有阿就對了 阿有下一個字 阿算一個字嗎 不見中秋有風冬 八個字 不見中秋有風冬 對 不好意思 你確定 我確定 確定 你確定嗎 阿也算一個字就對了 不見中... 阿不見中秋有風 好小一個字 有阿 有阿 不能算兩個字 應該不是不見中秋吧 還是不見棺材 不見中秋有風冬 誰會這樣寫個字 除了你以外的 他公明 我確定有阿 阿 阿不見中秋有風冬 這樣才八個字阿 這樣才對 答案確定 確定 答案確定 請揭曉 民體信心滿滿 能否過關獲得十塊錢 說話不經大腦 官司案今天熱上身 好 美麗的愛 你跟曲哥的故事是不是 不是不是 可是我每次看到 不是 難道是你跟康哥的故事嗎 我每次看到這個歌詞 我就會有感而發 因為我會覺得就是 要珍惜現在是我擁有的 妳有在珍惜嗎 有 我有 我都在珍惜 可是旁邊人 都一直在不斷的破壞 我一直懷疑說 你是不是暗戀我 我以為要破壞我跟曲哥的 我暗戀你 對 你一斷問我 你不是說斑你 現在 他前面講 暗戀這邊有靠茶的 好痛喔 我確定有阿 好 好 再講一次 這樣才八個字啊 這樣才對 答案確定 確定 OK 答案確定 請揭曉 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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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棒 十塊 十塊 如果我現在請告訴你 如果你下一關輸的話 這一關的獎金折半五塊錢 對 OK 好 五塊連科學麵都買不到 不會啦 那沒關係 再來選題 來 我們剛才已經台語情歌對上選掉了 是 現在是 我剛才選曲哥新生嘛 嗯 他的新生 我想讓你們知道他的新生 喔 他新生 全台灣還有誰不知道 那個玉琳你覺得他的新生 應該是那一首吧 那他沒有 白龍你覺得曲哥的新生是 曲哥新生 很 應該是每天都很Happy啊 喔 快樂鳥日子 那一首 快樂鳥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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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Day 對啊 OK 來來 趕快 最近常喝喜酒 那就五月新娘 好跳 喔 五月新娘 好難喔 這個很難 黑白配 范瑋琪 2010年作品 我懷念的孫燕姿 2008年的作品 我很喜歡孫燕姿 我懷念 所以妳選黑白配 我選孫燕姿 孫燕姿 我懷念的 來 請開始 石 姚若龍 許 李思松 是珍愁以後還是想要 愛你的衝動 我記得那年生日 也記得那一首歌 記得那天天星空 醉 好難喔 醉什麼 醉 喝醉 醉 這首歌跟醉有關 完蛋啊 跟醉有關 醉什麼 醉什麼 醉有十個字喔 等一下可以 前五後五 嗯 我跟妳提示一下好不好 好 中洞 醉緊的右手 醉暖的胸口 我跟你講我們有求救啊 Vicky 我們有三選一 或一次提示 先來個一個提示好了好不好 那妳要選什麼提示 我記得前面是 對 所以其實妳搞不好一個字 不知道而已嘛 那妳要選一字提示 好 可是它一個字會跳到哪 妳不知道是不是 對 當然就是電腦選號 好 好 那來個一次 那我們就使用 一字提示 有請 一字提示 有請 一字提示 好 第一名字 醉 醉 那是妳最會的啊 醉 妳最厲害的啊 如果沒記錯 剛才那個醉它就唱出來了嘛 對啊 我跟妳提示啊 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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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妳的人是我 妳怎麼捨得我 難過 妳怎麼捨得我 難過 醉姐妳好嗎 妳這個粗皮大的來賓 為什麼要一直講幾 妳不要老亂我啊 OK OK 快點 妳是OK的 剛才妳唱得還滿順的 我剛有唱出來 最緊的 右手 最暖的 胸口 最緊的右手 最暖的胸口 它的意義是什麼 再講一次 就是 我懷念的是最緊的右手 就是當我們手牽手的 最緊的右手 就是當我們手牽手的 最緊的右手 然後手牽手 最暖的胸口 喔 就是她親身經驗耶 對 對 為什麼呢 右手會那麼緊 對 為什麼會 因為男女牽手 大部分都是男手 走在左邊嘛 不是 剛剛的問題 妳們應該問姚若龍老師吧 對 問她幹嘛 沒有 因為她現在在用她的經驗 在解答這一題 然後她的經驗很重要 而且這一題的那個 歌詞真的是 確定是右手 不是左手嗎 不要再擾亂我了 好像是左手喔 好 沒關係 現在妳就把妳的答案 再說一遍 等一下 最緊的左手 最暖的胸口 最緊的 左手 最 右手啦 而且是最暖的胸口嗎 右手 我記得是最暖的頭殼 對 我記得是最暖的頭殼 對 最暖的頭殼 最暖的頭殼 無聊 鴨頭覺得她的答案是對的嗎 相信自己Vicky姐 對嘛 對 她的第一次覺得是對的 最緊的右手 最暖的胸口 而且這首歌我每天都會聽 好 到底答案正不正確請揭曉 可以買什麼 可以買一包薯條的嗎 不 不行啦 小可啦 小可可以 這個全不重要 全不重要 這是榮譽感 榮譽感 好的 那接下來繼續來選題啦 金曲歌后歌曲 金曲歌后歌曲 我覺得會比較大作 新生的浪漫 娜英 1968年的作品 Beautiful Love 蔡劍雅 1990年的作品 我覺得你們製作單位 對得超好耶 小梁好像第一個連份都是1968 所以這兩首歌都很難唱 你怎麼會唱 不是我會 我會其中一首 我會Beautiful Love 真的還假的 這是我對曲歌的心聲 真的還假的 那我不想聽這首 曲歌的浪漫 太緊張了 對對對 這是我對曲歌的心聲 曲歌的心聲 希望曲歌沒有聽到 謝謝 我們開始 Beautiful Love 愛情力量大 唱出代表對老公的心聲 Beautiful Love Vicky輕輕鬆鬆闖闖關成功 獲得獎金30塊 接下來的歌曲 他能夠一路過關戰 這樣嗎 這麼多關你的感覺是 因為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Vicky 人家感覺並沒有說 會唱歌 會記歌詞的形象 沒想到他今天喔 可是因為這首歌 是我真的很喜歡的歌 這是妳跟曲歌的故事是不是 不是不是 可是我每次看到 不是 難道是妳跟唱歌的故事 沒有沒有 我每次看到 跟紅歌啦 紅歌的故事 我每次看到這個歌詞 我就會有感而發 因為我會覺得就是 要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 珍惜什麼的 妳有在珍惜嗎 有 我有 我都在珍惜 可是旁邊人都一直在不斷的破壞 我一直懷疑說 妳是不是暗戀我 我為什麼要破壞我跟曲歌的故事 我暗戀妳 對 妳找我 妳是在分裂 天啊 漂亮 現在旁邊她 旁邊講阿蓮都有告她的喔 隨便 隨便所有人家夫妻禮婚怎麼會告 對 我跟你講這是加重毀謀事 加重毀謀事 而且要上節目做辯論 對 還很難 來 那我們繼續好不好 下一個 還滿想看曲歌新生 好啦 曲歌新生 好啦 縱望首歸曲歌新生 曲歌新生 來 曲歌新生是牛仔很忙 牛仔很忙 曲歌的第一生 就牛仔很忙了啦 對 牛仔很忙 可是因為曲歌 把自己都搞得很忙 所以他希望… 曲歌是不是都在國外最近 呃 比較長 就去年到今年 他為什麼都不在一起 這個要注意喔 因為他不想看到我 他為什麼 Baby one more time 是什麼意思 Baby baby one more time 你要選哪一個開始 我怎麼會誰出去 我會牛仔很忙 牛仔很忙 開始 哇 要配合舞蹈喔 牛仔很忙 哇 我雖然是個牛仔 帶酒吧吃點牛仔 為什麼不喝啤酒 因為啤酒燒聲音 很多人不上眼睛 早上都靠無息 是手空穴 就說什麼意思 嘻哈 沒有換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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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已經少了 我的感覺 每次都混亂了 請注意 沒有換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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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 OK 注意 現在 給他看上一句 給他看上一句 上一句 福哥不上 你們有幾個一起上 你們有幾個一起上 然後再來就是 不用麻煩了 不要麻煩了 不用麻煩了 不用麻煩了 什麼什麼 你再講一次 正義呼喚我 美女需要我 你又再很忙 是這個答案嗎 你還掰得出來耶 來來來 舞鴨 舞鴨你覺得呢 最後就是要加嘻哈 嘻哈 多了兩個字 嘻哈 嘻哈 正義呼叫我 美女需要我 正義呼叫我 美女需要我 然後呢 然後呢 牛仔很忙的 確定 嗯 答案請確定喔 正義呼叫我 美女需要我 是 牛仔很忙的 到底這是不是標準答案 請揭曉 正確答案是 正義呼喚我 不是呼叫喔 沒有 是呼喚 對 其實呼叫都用在叫車呼方面 對 正義呼叫我啊 呼喚比較像歌詞這樣會寫 對 對 所以是正義呼喚我 美女需要我 牛仔很忙的 你答對幾關 三關嘛 多少錢啊 第三關失敗 第三關失敗嘛 第四關失敗嘛 所以得到十五元 不錯 這台主唱歌比較不錯 不錯不錯不錯 那我可以去投那個 投一瓶可樂 夠了夠了 可以了 至少可以買東西 好來 謝謝Vicky 謝謝 神玉琳出題惹人物 現場沒面子 然後就覺得他這種歌呢 他就是算是 進入了這個流行 正常的一個頂童 好 好 偉大的歌曲 無聊 還會見我 這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到底是哪一句啊 我的電源被FD發表 傷害你的心 我從沒察覺 請接唱 我自己 對 他們的劇場 這也是有人劇場 他就是童年的劇場 有了 有了 他踏過 現在請出題大來賓就位 玩70Round 2 剛剛聽那麼多樂曲的歌聲 各位可以聽到什麼 對 參加第二階段 歌唱接龍的挑戰者有 愛惜丫頭洪百榮 誰能夠順利接唱呢 加油 加油 好的 接下來這首歌呢 堪稱為流行樂壇 史上最經典 最偉大的一首歌曲 這首歌呢 在1994年 由知名的天后王菲所演唱 哎唷 那這個 作曲者呢 也是我們這個流行樂壇 當今喔 算是唯一剩下的一位偉人集的 有 那要免懷他嗎 對啊 免懷他 你對他才鞠躬 你鞠躬 他在鞠躬 謝謝 無聊 等一下 你要唱我願意 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 我不准你唱 你可以用唸 要唱 這樣可以嗎 我花了三天的時間 苦練這首歌曲 他有他的Feel啦 因為這個男生不容易詮釋就是 對 很難很難 來 哇塞 各位 沈玉琳唱我願意 能看嗎 我願意為你 哇塞 好威脅 我願意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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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我心裡 我願意為你 忘記我心裡 就算多一秒 停留在你 懷裡 懷裡 又有感情 失去世界 也不可惜 感情出來了 我願意為你 還偷拍 我願意為你 我願意為你 被放出天氣 請接唱 你剛剛唱什麼 你剛剛唱什麼 上一句 被放出天氣 我需要用那個腔調唱 不用回來啦 放肚不用回來啦 你為正經他一次 再來一次 他可能是打屁股 正經的一次 正經的好不好 被放出天氣 被放出天氣 感人 來 請接唱 自... 你要接對戲啦 白龍 被放出天氣 只要你真心 那愛與我會贏 過關 我們來看看這個選項 犀利人妻 是 這個應該就是那個主題曲 對 好久不見大明星 國倫老師的作品 90年代玉女歌手 搖滾嗨哥 經典男女對唱 老公的親密稱呼 張惠妹經典歌曲 電影主題曲 都滿有趣 我覺得有量身訂做的感覺 有 老公的親密稱呼 比較適合他 為什麼 因為他教... 因為他教老公叫那個啊 叫什麼 什麼... 阿霞 不是 叫... 阿霞 不是 叫... 欸 我要打掉 我請問打掉 有什麼歌可以唱 等一下 成功小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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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啦 那就唱 那就唱老公的歷稱啦 阿霞 這是A的名字 A的名字 欸 阿霞 張惠1968年的作品 阿霞 王欣霖2006年的作品 妳要選擇的名字 洪百榮妳老公一定會覺得 妳什麼時候叫過我這兩個 這兩個都不是 沒有... 白龍我先問妳 妳在家裡叫妳老公 妳一稱是什麼 欸 我今年... 我今年以前都叫他欸 真的還假的 對 然後今年以後 我開始叫他爸爸 因為... 有的時候家裡太吵 欸 聽叫的 他聽不到 欸 我覺得... 我覺得... 妳老公如果聽到妳叫寶貝 她一定整個人都飛起來 她會哭 她會哭吧 下次... 妳在家唱了嗎 寶貝好了 寶貝喔 好厲害喔 好 來...注意喔 這一首歌獻給達米貓 阿霞 請就位 好 請注意 啦啦啦呀呀呀 我的寶貝 欸 來了 要... 要妳... 知道妳... 要妳知道妳最美 過關 真的假的 這麼欠傻欸 不公平... 不公平... 欸 我覺得小梁這樣不對 剛剛Vicky在唱的時候 百般刁難 她們刁難就說過關 她一直都會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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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趕快唱完 趕快唱完 太危險了 欸 小梁妳好像對她太... 太鬆了 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妳就看我們節目從來沒有發過達明歌 妳就知道了 所以妳是暗夜紅白龍嗎 沒有 我是喜歡達明歌 達明歌 來來來 拿七個字 再確定一下 唱一下 要妳知道妳最美 要妳知道妳最美 七個字 答案確定 確定嗎 不是讓妳知道 是要妳知道 我要妳知道 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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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會 應該是藥了 這是藥啦 誰是選妳偶像的歌曲 張惠妹好了 不是摩倫老師喔 摩倫是60摩倫老師 對 下一題啦 下一題啦 這是我提點 對啊 好 先張惠妹經典歌曲啦 好不好 請看哪一首歌 妳再看我們張惠妹1968年的歌曲 聽海 張惠妹2001年的歌曲 聽海比較簡單 聽海啊 對啊 大家都是會選啊 好啦 大家歡迎我們白龍心海請開始 好 今天很厲害 很簡單 詞曲文貴源老師 1997年的作品 先請告訴我今天 海是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 爛的 天天陪著你的海 心情又如何 心情如何 比較厚 灰色是不想說 為什麼不想說 為什麼不想說 藍色是憂鬱 為何憂鬱的難度 而漂泊的你 狂浪的心 停在那裡 停在地下停車場 旁邊的人別再嚇到啦 這首阿妹經典歌曲 想要不會唱都難 答題歌詞聽的最後一句 就快轉直接來看 紅白蓉的答案吧 停 海枯的聲音 這片海未滅也太多情 悲喜到甜蜜 OK 來了 還有 全部信給我 這是我演唱會是不是 最後約定 好 請接唱 說你在離開我的時候 是 怎樣 是這樣的 稀奇 過關 請公布 男女最唱情歌 徐建國說錯話氣候大了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成龍書會倫1968年的歌曲 愛死你柯友倫 林鄭文惠 2005年的歌曲 你現在可以指定一個男生跟你對唱 建國歌 我也不太會了 建國歌 建國歌來 我跟你講你對不出來 這個發養精要來了 對 他剛剛我就湊不下去了 你說什麼 俊男美女組合 那你狗 俊男 俊男是紅白蓉喔 俊男美女 我覺得他不要讓建國歌 講太多話 因為生... 好的 那接下來要選擇的是 經典男人對唱 好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成龍書會倫1968年的歌曲 愛死你柯友倫 林鄭文惠 2005年的歌曲 你現在可以指定一個男生跟你對唱 建國歌 我也不太會了 建國歌 建國歌來 你看你再不出來 那個發養精要來了 對 剛才我就唱不下去了 好 有歌詞 對不起 你說什麼 俊男美女組合 那你... 他自己說俊男美女 俊男 對 俊男 對 不要讓建國歌講太多話 因為收視力在講 趕快上 沒錯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有請 對 對 好 建國 你這樣很厲害 請 建國 你這樣很厲害 請 建國 你靠得太近了 建國 對 對 你這樣很厲害 對 鴻秀賢 你給我看好看好嗎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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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 讓我 將 生命中 最善良的那一段 與你分享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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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接唱 你是在唱鬼片嗎 對 你還在抖音啊 讓我 他這樣唱 讓我 我整個就是收到驚嚇 你會讓我回答 剛才建國 剛才你的樣子真的 感覺好像色狼 對啊 這樣子你真的拍那個 真的有點失敗了 有點失敗 我整個就是收到驚嚇 好不好 給他收驚一下 好 上一句 上一句看一下 上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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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將生命中 最善良的那一段 與你分享 來 下一句 讓我用 什麼啦 生命中 不是喔 讓我用 生命中 最善良的歌聲 來陪伴你 唉唷 聽起來有點像喔 是歌聲嗎 沒有啦 中間好像有一點 胡倫村早 再確定一下好不好 三選一 三選一好了 一次他萬一就用那個 又像剛剛那樣第一個字 對啊 三選一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三選一 A 讓我用生命中最美妙 第二個呢 是最善良 C 是最感動 對 都沒有閃亮嘛 你看嘛 好 C 感動勝於所有 對 感動很重要 對 答案 C 到底對不對 請揭曉 應該是美妙吧 應該是美妙吧 那是什麼美妙嗎 正確答案 大概是 讓我用 生命中最善良的歌聲 善良 好 現在是善良 怎麼會 恭喜白龍可以獲得 十塊錢 謝謝 好棒喔 獲得十塊錢 現在我覺得Vicky你還領先耶 對 你十五耶 傻人優傻福耶 真的 來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Round 3 有請我們大歌星文書題 好厲害喔 參加歌唱天龍的挑戰者有 海姬 徐建國 丫頭 最後一個名額 誰能獲得 獎 我們看一下位置了 丫頭站第一個好不好 好啊 別人說我們作弊嘛 對 所以好像不給人家唱 真的 好 那要為我們帶來的考題是 為大家演唱這首歌 2009年 這首歌一問世 就刷進了整個流行樂壇的整個 你需要先解釋那個嗎 為什麼說 他是專家 這首歌被譽為流行歌壇的一個聖杯 就是說任何歌手 目飛方 什麼目飛 聖杯 聖堂 任何人 任何歌手以能夠演唱到這首歌為榮 為榮 我覺得好感動 只要能夠唱這首歌呢 他就是算是 進入了這個流行聖堂的一個巔峰 是哪一首偉大的歌曲 東眠 無聊 這誰會唱歌啊 這幾天應該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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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我第一次贈從許建國插話 他講目飛是對的 因為東眠的人自在墓碑的那個 東眠的人最要出貨量出 你怎麼出那麼久了 我怎麼唱到第一個會唱 誰會你的歌啦 會啦 可是我跟你講 依照慣例 好像大來賓要唱一下自己的歌 對啊 一定要 沒有會 虎牙 你站到第二個人 你站第二個人 我不求你自己 真的會啦 因為當時也打歌打了快半年 所以大概 你打十年我都不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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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歌打半年 可是大家覺得好像是打了一天 為什麼 因為每次打王歌都被剪掉 以後我如果往生了 這個歌會跟那個鄧一鈞的墓圓一樣 有沒有 我一直在播這一首 按按鈕他就會播 對對對 要投錢 我都不能只有按鈕 因為他這首歌是不是要不要爆個東西啊 不用 不用嗎 原來不是就放小熊 不用 OK 這個丫頭 虎牙 你們今天就拚了 搞不好你們就這樣 搞不好 我把機會讓給你們 因為這種經典歌曲會不稀奇 是要唱嗎 來 其實因為這首歌 喂 趕快唱一唱了 來 我聽到前奏就很感人 你聽到嗎 不行 你一定要聽完 你說的感人是看人奏 所以很感人 後面的朋友有沒有看到 會不會走好嗎 後面的朋友只有你看得到 沒有 你不怕 下歌一下坐 不是 閃爍的回應之間 卻看到過去你的忘年 這是一首全場都不會有人 你自己的歌 我怎麼會看歌詞了 已經發現 我們已已疏遠 只剩美好的記憶 翻越 好怪的歌喔 一個人當 因為樂隊彈的怪物耶 好不好喔 自己不會生來怪物耶 已經做好準備 已經做好準備 就此告別一切 還不錯喔 看大家滿頭霧水的表情 誰又淋得這首冬眠 參賽者真的有辦法順利接唱嗎 接唱欲難題 你瞎講不正經 請注意一下 請接唱 請接唱 主歌裡面什麼都有 就是口袋裡沒有辦法 但是剛才那一句 可以知道嗎 主歌次郎和 主歌次郎跟魔鬼道 不是 主歌兩 主歌兩和魔鬼道 主歌兩和魔鬼道 不是 主歌兩和魔鬼道 主歌兩和魔鬼道 主題大來賓 演唱自己的不紅歌曲 通言 參賽者滿頭問號之下 誰能夠順利過關呢 已經做好準備 就此告別一切 還不錯喔 我卻早已遇知你的傷悲 如果你要的是 什麼意思啊 不是啦 到底是哪一句啊 還沒到啦 好可怕喔 是憲遠被AV追拔掉 好可怕喔 如果你要的是 我全部時間 我的愛就會 會理你默默濃眠 好可怕喔 傷害你的心 我從沒察覺 請接唱 我去唱 什麼力氣 你去吧 你去 歡迎 沒有 你鴨頭 鴨頭 鴨頭 我覺得你好有骨氣喔 不是 而且 綠玲哥唱完我們大家都冬眠了 對 對 而且鴨頭說我聚唱 我覺得鴨頭是後輩感對前面 有勇氣 真的耶 這首歌叫冬眠 上次也是有人聚唱 她就長眠了 可以 先把他唱完 才發現我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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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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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花蓮 花蓮 不是 是 花蓮 是 不是這樣 已 已 哭成了花蓮 已 已 哭成了花蓮 一路哭到花蓮 一路哭成了花蓮 走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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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哭到花蓮 然後到花蓮港 積水上摩托車 繼續想 繼續流球 對 怎麼寫不起啊 這歌詞誰寫的好爛喔 歌詞誰寫的啦 各位畫面請問一下 這個不順的歌詞 不會是你寫的吧 就是我本人的歌 來的小歌 恭喜建國歌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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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 那請選擇 您要的這個 有懷念金曲 台語金曲歌後 評審的歌 宅男女神的歌 宅男女神的歌 選秀大明星 唱而優則當導演 導演 炒熱氣氛 必點歌 新歌報道 內地火紅歌手 都還不錯 我覺得那個 我喜歡唱而優則導而 欸 當導演 唱而優則導而 這幹嘛 哲當導演 唱而優則導而演 請看 尊愛佳蓮 年1968年的歌曲 周杰倫 不能說的秘密 2008年的歌曲 這兩個歌詞都好多喔 這個選啊 因為這兩個歌詞都還滿簡單的 沒有歌詞很多耶 你連冬眠都會唱的 就從副歌開始 可是童年比較靠近你 童年應該大家都會 對 我那個年代 我在唱國文老師那個年代的 好啦 童年啦 好啦 OK吧 來 我們歡迎建國唱童年 謝謝 謝謝 發音樂跟作品 好奇怪喔 好奇怪喔 等待著下課 等待著放學 等待遊戲的童年 福利社裡面什麼都有 就是口袋裡沒有半毛錢 新作音 請接唱 來啦 來啦 福利社裡面什麼都有 就是口袋裡沒有半毛錢 不是 童年 回上一句 給他看一下上一句 他竟然 他竟然唱出剛才那句 前一句 童年 童哥子郎和 童哥子郎跟摩 不是 童哥亮 童哥亮 何何一 童哥亮和何一 朱哥次郎跟魔鬼道 羅大英不會寫這種歌詞啊 來來來 到這邊來來 朱哥亮 還是 朱哥自郎合一一堂 他們主持個庭修單 你用這架嗎 我一直要重複這句 主歌斯郎 現在就要接唱這句 主持郎跟魔鬼島 到底誰槍刀 誰拿到 誰拿到那支寶劍 主歌斯郎跟魔鬼島 到底是誰拿的那支寶劍 對 拿到 答案請確定 請公布 正確的解答是 主歌斯郎和魔鬼島 到底誰搶到那支寶劍 對啦 憲哥哥 你用兩個字 對嘛 你跟 不是邱哥哥不是一樣的意思嗎 沒有 沒有 因為主歌斯郎跟魔鬼島的意思就是 他跟了魔鬼島做跟班 死對的 然後搶怎麼會去拿 他們兩個是死對的 當然是去搶 然後去用拿的 一定是搶的 對 所以做了兩個字 我不能理解釋你 你會唱他的東眠 卻不會唱羅大佑的東眠 真的 難道在你心目中 東眠超過童年嗎 一定的嗎 對 童 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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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討厭 童年 好討厭 他們怎麼那麼酷 捏一下 會詞吧 會詞 換成國語更怪 我的老天爺 我的天爺 沒有 我沒有 不要 不要 對啦 不要告你啦 他那個屁啦 那你把它翻成國語也很怪嘛 來吧 來吧 這張是屁滿討厭的